许多人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简单地理解为迎合学生的天性,对学生不能说不,不能批评,生怕扼杀了牛顿,夭折了爱迪生,导致没有原则的尊重,赏识泛滥成灾。 更有人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曲解为要无条件地满足学生的愿望,迁就和顺从学生。 当前,以人为本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,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,不仅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,而且是不断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要求。 所谓以人为本,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依靠人,为了人,尊重人。 教育以人为本,就是要确立以师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,将其贯穿到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。 敬请锁定,周六晚七点国以一台及七点五线三台的天下纵横谈,持续协助,看见进步。